大家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能够有生命有气势敬拜上帝 这个是神值得我们感恩上帝的 我们今天能够有气息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 感恩节很快就过去了 感恩节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一年等到感恩时分 是不是我们一年才在感恩时时候才记起神的恩典呢 我们一年等到这个感恩节 是不是只是这个感恩节才来感谢神呢 其实今年的感恩节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经历 其实今年的感恩节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经历 我还记得过去的每一年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聚会 我们在后面的教育天 我们大家在一起 我记得每一年我们教会在感恩节都是有一个聚餐 一起的敬拜神 不单止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也很高兴地在这里 大家一同享受很丰富的火鸡 火腿 还有很多的美食 不单止聚在一起 也是一起的享受美食 有火鸡有火腿 之以此的的慶祝 之后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一同祖算上帝的恩典 然后我们一起的首算神的恩典 这个好像是我们每年都一个的惯例 到了十一月的第三周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做 这个好像成为一个过往的惯例 每第三个礼拜四礼拜一起来敬感恩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 要是我们好像今年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团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感恩节是怎么过 但有没有想到 如果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感恩节是怎么过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在今天刚才 Michael带领我们念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 从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的一个故事的记载 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里面记载的故事 这个记载到以色列明他们怎么样 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从埃及人的手 发牢的手 离开埃及 然后跟着摩西他们的首领 摩西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地跑到西来半岛的旷野里面去 然后跟着这个首领摩西的带领 来到这个西内半岛的一个旷野中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件绝不容易的事 我们在还没有开始 我们今天思想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是没有开始今天讲道的时候 先来做一个祷告 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祂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了解祂的心意 天父 我们在祢面前 我们谦卑等候祢自己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内心的等候 谦卑来听祢的话语 愿祢在这个时刻的时候 再次在我们心里面 靠着圣灵的能力动功 愿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 在我们心中动功 让我们真的明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过着一个敬虔爱主度日的日子 让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 怎样是每一天的敬虔度日 谢谢你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求 为奉耶稣的名以求 阿们 我们刚才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记载说 摩西带领这班 以色列民在埃及人的统治者 430年里面 逃离这个困境 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看到 神怎么样带领 以色列人离开 摩法老 430年的控制中 来逃出埃及 430年是一个很长的事 430年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生一代是 比如说70岁来讲 比如一个人一代有70岁的话 这个他差不多六代多一点点了 这个是有六代多一点 你想一想这个是很长的时间 这样长的时间 人在这个环境里面 已经被埃及的文化 埃及的人 而在这个六代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很多以色列人 已经被埃及人 同化了 但是神 明明当中 还是爱这班以色列民 但是明明中 神仍然是爱这班以色列民 没有放弃他 没有放弃他们 因为上帝跟亚巴拉罕 立了约的时候 他的约是永远 永远不会忘记的 因为当神跟亚巴拉罕立约的时候 这个约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多么奇妙 从这个埃及人发牢的手 埃及的努力的一个环境 要释放他的殖民 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 如何去将这个以色列人 从这个奴隶的身份中拯救出来 奇妙的一样事情就是 上帝没有把他们立刻从埃及的地方 带领他们往北走 就会到加兰米地了 很快很直径的 但是主也没有将他们 直接从埃及带出来 向北走 很快就去到加兰英语地了 而他们是往南 到希腊半岛的时候 就往南走 走到这个地方 多了四十年的时间 但是神带领他们向南走 到这个西内的旷野中 代了四十年的光景 这个是什么意思 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 这个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其实这个十八章里面 有两大段的我们经文 我们先看第一段是从第一到第十二节的一段的故事记载 我们在这个十八章里面 从第一到第十十二中 我们有记载到 然后在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是另外记载到 摩西怎么样在耶帖罗底下 领受了这一个看法 如何去建立其他的一个领导的群体 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岳父 叶铁来 如何建造摩西成为一个领袖 摩西建立一个他建传的一个群体 领袖里面的一个架构 是领袖属灵中 如何建立这个架构 那我们今天就注重在上面一段 第一到十二节 我们今天注重第一到十二节 因为我相信我们下午的英文堂的时候 等会牧师会讲下一段 所以我就不会再重复 等会证经文堂会讲下一段 所以在这里第一到十二节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主题说 在旷野中的感恩 在一到十二节 我们看到这个神在旷野中的感恩 你看到这个图片吗 这个图片就是西来半岛里面的一个景象 我们在图片里面上看到的 就是一个西来半岛这个旷野中的一个图片 好像旷野好像沙漠什么都没有用 没有水又没有植物 一棵树我都看不到 在这个沙漠里面 有没有水 有没有植物 什么都看不到 可想那个时候 人要经过沙漠的时候 他们要骑着骆驼 带来很多水 这样子慢慢慢慢从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是游牧的民族 如果要在这个旷野里面 行走 有时要骑骆驼 带着很多水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好像游牧民族 非常非常不方便 是很不方便的 还有摩西带着这么多的 以色列子民在他后面跟随走 有男丁的 有俘女的 又有幼儿的 这个真的很艰难的 我们想象一下 摩西带领的以色列民 有男丁 女子和小孩子 是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试想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感恩 我们试想一下 在这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怎么样去感恩呢 可以不可以感恩 可不可以感恩呢 还记得很多要是比较领长的一些 弟兄姐妹或者朋友 你们可能经历过 在这个 第二次大战 中日建政 还有其他的 在中国里面很多的战事的时候 你们逃难的那个情景 我们可能年长的一辈 在我们当中 可能会记得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或者中日 抗日 这些的经历中 怎么样逃难的经过 我还记得 我的妈妈告诉我 我记得 我妈妈告诉我 他们本来是在 中国的上海 我的公共在那边 是当医生的 我妈妈 当时 以前在上海 她爸爸是做医生的 家庭也不错 家庭也不错 但是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逃命了 但是当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们要逃难了 所以他们一家七口就往南走 所以他们一家七口就往南走 什么东西 带了很少很少的东西 只能够带来一些很少的东西 那因为我的公公 我没有见过她 她是医生 所以一路来了 她就一直看到 有穷的人 有生病的人 她就给她疫情 而我的公公 一直在路途当中 见到有人需要受医治 她就会帮助他们 但是很不幸 她染了病 自己不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 在路途关中 她就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不幸的 她在路途当中 亦感染到病 亦失去的性命 而我的外婆 一个女人 带着五个孩子 所以我的外婆 一个女人 带着五个小孩 很艰苦的 我的大舅舅 她是一家之主了 爸爸不在 所以她以为就一家之主 带着弟弟妹妹 跟她妈妈一同往南走 而我的大舅舅 就成为一家之主 就带着的小妹妹 一起继续往南走 什么都没有 我还听过他们要吃那个素皮 什么都没得吃 我听过他们要吃树皮 树根 树根 不是我们今天有番薯啊 你不要以为很好吃 树真的是树根 他们就吃那个东西 不是好像今天 不是说吃番薯 而是真的吃的树根 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他们逃离这个 窝囊回到香港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终于 来到香港这个地方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以色列民在这个环境里面 好像当时起 我的外公外祖母 他们逃难的一个情境 我就想象到 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 就好像当年 我外公外祖母 逃难的情况一样 每天他们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他们没有一个好的 安顿的餐 好像我们安乐在感恩节里面 吃那个大餐一样 亦没有安乐的一餐 可以去享受 他们只有每天仰望上帝 只可以每天仰望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 感恩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看一下 感恩这两个字 Thanksgiving 就是基督徒 灵命扫造中 最重要的一刻 是基督徒 灵命扫造中 最重要的一刻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说 上帝真好 因为当我们顺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赞美上帝 但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 在灵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好像一无所有 我们的依靠从而来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 逆境 好像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们的感恩从何以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 这是一个很难的学习的功课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造这个 在这个属灵的扫造里面 我们怎么样 每天更像我们的恩主 怎么样像耶稣基督 这个是我们的心情上面 需要经过考验的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在灵命扫造中 怎么样去学习每天 要更像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 不将我们的口 赞美耶稣 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路 耶稣已经曾经走过 我们不能够 不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现在所行的路 我们的主已经是行过 所以感恩这一刻 是在我们每一个 信耶稣属灵上面 必定要学习的一门框 所以感恩是我们 在灵命的课程中 一定要学习的一课 那我们就看到 在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感恩 何地在什么时候 要感恩 那我们什么时候 要感恩呢 我们刚刚从我们 那十八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样是 当摩西的约夫 耶特罗听到 摩西带领以色列民 离开了这个埃及 还有上帝 在他们当中做的事 他就起来 带领摩西的太太 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去会见摩西 在他们相遇的时候 他们也要走一段路 我们可能在地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耶特罗是一个 米甸的祭司 米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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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在 这个希腊半岛的 东边可以讲 所以他要在西内半岛的东边 要走一段路 才可以去见到摩西 所以他长途拔 他带着他的女儿 还有两个孙子 要看摩西 究竟上帝 行了这样大的事情 他要来听听 要看一看 所以他长途拔舍地 带着他的女儿 和他的两个孙子 就是要去见摩西 看看这个神的奇妙作为 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就看到 他们在什么地方相遇了 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 叫做神的山 他们相遇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图片中 看到的神的山 神的山就是西乃山 或是叫河列山 而神的山就是西乃山 或者叫做河列山 在圣经学者里面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哪一个是对 其实他们很多人 都觉得两个都是同一个山 不过是东面还是西面 他们不同的教法 就是在圣经学者 两个不同的名称 是看他这个山的哪一边 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 这个山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摩西既然带领以色列民 停顿在那里的时候 他的岳父就在那边跟他见面 这个山看来 好像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摩西就是这样 带领以色列民 在那里跟叶切罗相遇 他们从埃及地 经过大概有三个月的路程 才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不是坐车 不是骑马 他们是不行的 他们是离开了埃及之后 走了三个月的路程 才来到这个地方 而且他们在这个地方 大概逗留了两年的时间 他们在这个地方 逗留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那在两年里面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听到叶切罗来了 摩西非常非常高兴 他们听到叶切罗来的事 来见他们 摩西就非常地欢喜 我们看到摩西就在那边 迎接他的岳父 和他们两个孩子 和他的妻子 我们看到摩西就去迎接 他的岳父 和他的妻子 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们 他下拜在岳父面前 最尊敬他 与他亲嘴 彼此问安 经文说到 他是下拜 和亲嘴 来感恩 在这个 村草不生的地方 他们既然 做了一个动作 欢迎彼此接纳 彼此去迎接 拥抱 亲嘴 在这个村草不生的地方 他们竟然 能够做出这些动作 是能够 互相的接纳 互相的接待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在这里 要听 要看 上帝的作为 跟以色列民 做了什么事 从这个法老的手 怎么样 一步一步带领他们 跑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要 述说 神的作为 如何将以色列民 带出这个埃及 很多时候我在想 我们感恩 是不是应该在教会里面 感恩会 我们才能够 赎上的主的恩典呢 我们感恩 是不是只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感恩会 才可以感恩呢 或许是不是 礼拜天 或许某一个时段 我们要 有一个感恩的聚会 是否好像 好像是 礼拜日 或者某一个 聚会 才一起来感恩呢 话是说 我们 在 最恶劣的环境里面 最不适宜 坐在一起 可以交谈的一个地方 旷野的一个地方 我们 可以 属上上帝的恩典 还是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或者最不方便的时候 来感恩呢 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旷野 我们人生就有这个旷野里面 可能我们经过很多 崎嶇的道路 可能我们经过很多 崎嶇的道路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的事业上面 我们的经济上面 可能我们的家庭 或许甚至上 我们的婚姻上面 都遇到很多的旷野 我们可能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事业上 家庭上 婚姻上 都可能遇到很多的旷野 什么都看不到 旷野 一片前面的路径 我不知道向左转 右转 还是自行 或者站在这里 完全是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 如何去走 在这个旷野里面 我们看不到 怎么去行走 前面的路 但是奇妙的 在神的山上 神把神的律力 告诉摩西 但是神在这个山上 将神的律例 告诉摩西 神也把这个十戒 通过摩西 搬给他的子民 神也将这个十戒 赐给摩西 跟随他的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 精细打算 在这个恶力环境里面 神竟然用这个环境 去向他的子民 去讲话 我们看到神精心的打算 在这个环境当中 能够将这个律法 赐给以色列民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 一个事实 就是叶特罗 跟他的妻子 和两个儿子 来到神的山 来到 这个经文里面 讲到叶特罗 和他的女儿 和两个孙子 来到神的山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知道 神的心意是如何 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 我们要看到前面 虽然是一片茫茫 不知道在旷野当中 怎么去走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才可以来到感恩 看神怎么样 去引我们走前面的路 不单止如此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停留了两年 大概两年的时间 神在这里 就给他们设立一个藏墓 Tabernacle 而在他们逗留 这个地方两年的时间当中 神为他们建造了一个藏墓 神跟人同在的一个见证 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见证 在这个荒地旷野当中 上帝说 你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花雪 你不是只是一个民族在那边 我是你的神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与你同在 在这个旷野当中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而是神与你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感恩不是在哪一个地方去感恩 而是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感恩 在最恶劣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感恩 所以我们何时何时何地都可以向神感恩 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静下来 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心梢 一切的万物的时候 我们感恩 所以当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 我们就要感恩 这个夏天的时候 春天夏天的时候 疫情我都可能分享过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但是我在我的花园里面 我看到很多神奇妙的作为 祂的创造的花朵 一切的植物 还有一切的蝴蝶 飞鸟等等 我就一个人静下来说 上帝你真伟大 我以前也分享过 当这个疫情 在这个春季夏季的时候 疫情当中 我看到我花园里面的花草树木 和鸟语花香 我就感谢神的奇妙作为 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 然后我们感恩的心就打开 我们看到神跟祂对一对 有一首诗歌就是在花园里 当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的神就能够打开 我们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 去感谢神 有一首诗歌叫做在花园里面 我与主单独行在花园当中 in the garden 就是我们独自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 感恩的心就从此发起来 就是讲到我们 当我们单独一个人 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感恩的心就发起来 在吵杂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 不能够欣赏到神给我们的供应 常常世界的声音 大过于这个神给我们显现的一个恩典 在这个吵杂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杂音就骚扰着我们 让我们不能够安静下来 我们要学习感恩当中 我们一定需要在神面前读至安稳 在神面前思想 然后感恩就发出声音来 我们要一个人单独安静下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跟神 很密切单独的一个经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跟神 一对一单独的时候 不但如此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我们在聚集在一起 跟朋友在亲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群体当中 带领每一个人献上感恩 但是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朋友 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要感恩 我为此向上帝为我们教会感恩 我在这里为我们的教会 而向神感恩 我们常常学习着保罗的书信里面 当保罗问安的时候 保罗常常提到 我为你们的缘故 我们先在主的面前 我先上感恩 我们很多时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会讲到 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向神感恩 感恩的功课是学不尽的 感恩的功课是学不尽的 当我们经历上帝的一切安排的时候 一切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说出感恩的话 当我们经历到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不感恩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已经离开了围炉之地 而在这个路途当中 蒙上帝每天的供应 每天的保守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 离开了这个奴隶的生活 也在路途当中 受到给神的一切的供应 虽然很艰苦 虽然很艰苦 但是还是要感恩 但是仍然要感恩 我认识一个长老 在纽约的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长老 我认识一位在纽约华人教会的一位长老 常常我很喜欢听他祷告 我很多时候喜欢听他祷告 他祷告里面常常讲一句话 他说感恩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他说感恩,除了感恩之外 仍然要感恩 感恩 除了感恩之外,还是要感恩 感恩,除了感恩之外 还要感恩 这个就是无限的感恩 随时随地的感恩 随时随地的感恩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反思 我们看到为什么原因要感恩 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 其实感恩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要感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们从这个以色列名当中的经历十二戒里面 我们听到有一句话 就是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我们在这个十二节经文里面 看到一句话就是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在十一节 耶铁罗说 我现今在埃及人 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知道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在十一节里面 耶铁罗说到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我们还记得吗 当摩西到法老面前 叫法老释放以色列名 让我的子民出去走 我们还记得 摩西在法老王面前 叫他让以色列名离开 神给摩西能力行了很多的神迹 神赐给摩西很多的能力 行了很多的神迹 而法老也有很多的 巫师 摩西斯他们出来 也变了很多的 他们的所谓的旗帜 而我们也看到 法老很多的术士 摩西斯 也想做同样的神迹 但是结果 我们看到 上帝的神迹 是超于他们人做的魔术 还有他们的无事 所以 但是我们从中看到 神的神迹 是被人所做出来的魔术 是远性 所以我再次看到 法老最后没有办法了 他说你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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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怕了你了 你的神太厉害了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信仰的一个上帝 是没有任何一个神 能够与他相比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的神 是没有任何的神 可以与他相比的 没有一个神 能够与我们的神相比 他们是有限的 他们是有限的 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 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 他们是万能的 他们是万能的 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 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 他们是有限制的 他们是有限制的 而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 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不看得到啊 当我们有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祂面前 我们祈求我们知道 我们上帝一定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有难的时候 我们要在祂面前祷告祈求 祂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没有祷告之前 还没有发出这个声音之前 我们的上帝已经知道 我们心里面所想要求的事情 在我们未开声祷告之前 神已经知道我们要求的一切 这位上帝是我们的大牧者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 我联想到有一篇 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 第23篇大卫之诗 我们想到诗篇23篇大卫的诗 在这个诗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大卫 为什么要赞美 我们在这里看到 大卫也从他的 他的先人 他们从埃及里面出来的时候 那个经历 大卫能够描述 这一位耶和华 是如何的一位上帝 我们在这里看到 大卫是怎么样形容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耶和华 我们首先看看 神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看到神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 他在我们的敌人面前 他为我们摆设言习 他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摆设 我们今天觉得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身为做基督徒的时候 教会常常受到社会的政纲 受到逼迫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受到逼迫 在美国还好一点 在美国仍然好一点 暂时来讲 但是很多世界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政权底下 基督徒是被受 逼迫受压制的一群 但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地 很多个地方 基督徒都是受到逼迫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很不舒服 有时我们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觉得是上帝 要是你存在的时候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所爱的人的身边 你可能会问上帝 如果你是爱我们的 为什么你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要是你有眼镜的时候 你是没有打瞌睡的时候 为什么你现在不做工 把这些人处置于惩罚 如果你是真的不打顿的 你为什么不去将这些人惩罚 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 还有他的时间 是完全是在他的计划当中 我们知道神的主权 神的计划 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耐心 在静心等候他 有时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耐心 去静心等候 但是我们在从这些跑过这个艰难的道路的 比如诗人里面 大卫的描述他说 在我的敌人面前 当大卫受敌人攻击的时候 当我们经过这个困难的环境 我们看到好像诗人大卫说 我们在敌人面前 神为我们摆设言直 在敌人面前 神既然在敌人面前 给他看到神是帮助那些凡爱护他 敬畏他的人 在诗篇27篇同样 诗人也讲到 要是上帝帮助我的谁能能够抵挡我 我们要感恩因为他的带领 虽然我们在旷野里面 但是我们还在旷野当中 看到清草地 虽然我们在旷野当中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清草地 我们能够看到有安歇的水 我们看到有安揭的水 这个不是现实环境的问题 是我们心情的问题 这个不是现实环境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心境的问题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在恶劣环境当中 我们虽然看到没有水没有草 但是耶稣同在我就得着满足 虽然在这个困难环境当中 没有草没有水 但是我心里面就得到满足 我们感恩因为他给我们每天的供应 我们感恩因为他每天给我们的供应 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饿死 对不对 我们当中是没有一个人会饿死 我们真的太多丰富的资源 我们还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 能够跟大家分享 可想在走烂的人和在逃烂的人当中 他们只可以带着每天所需要的去逃烂 看到这些逃烂的人只能够带一些很小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地跟他们安排 一天三顿饭 没有一顿是他们要去担心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为这一帮以色列民 每一天都有供应 三餐都能够得到饱足 到时供应就来了 到时到后供应就来了 只有一样事情 你要按照上帝的规矩 上帝的时间去捡去拿 我们需要学习的 只是按照神的时间计划去领受这些 我们要感恩因为祂的保护 我们要感恩因为神的保护 这个常常我们可以讲 我什么事情上帝保守了我 我出了车祸 神保守我 没有伤害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说 神为感谢因为神在车祸里面保守我 但是你也可能想一想 要是这个车祸里是受伤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赞美主 能够再感恩吗 但是回想一下 如果在车祸里面我们受到伤害 我们会不会去感谢神呢 尤其是我们做牧者的 在这里讲的时候 当我们有烂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 我们还是能够感恩 尤其是在我们患难当中 怎样去感谢神呢 怎样可以去感恩呢 神有没有保守我们 神有没有保守我们呢 在这个幽暗谷里面 我们不会受这一个灾害 在这个幽暗谷里面 我们不怕遇害 当然我们要有安慰同情心 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 我们要安慰他们 同情他们 但是最要紧一样事情 我们知道上帝 透过患难 是要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在这个患难当中 当然我们要有 安慰别人的心 同情心 但是神在这个困难当中 是需要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 我们知道我们感恩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更加我们知道 上帝的同在很重要 祂的葬祂的肝都安慰我 我们知道神的同在 神是公义的 祂的同在 祂的像祂的肝安慰我们 祂的信实是无可比 祂的信息是无可比 祂的信实是无可比 有两样东西跟着我们 是叫恩慰慈爱随着我们 祂的恩慰慈爱随着我们 神的两个仆义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两个都跟着我们 是恩慰跟慈爱 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里 神的恩慰慈爱都跟随着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以色列民是很有福分的 因为上帝跟他们 同在的一个见证 就够足够他们的感恩 所以以色列民 神与他们的同在 已经是足够他们的感恩 我们今天是神所爱的 神所拣选的 神既然看顾一个小麻雀 神不尽看顾我们 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 神既然能够看顾小麻雀 神既然能够看顾我们的一切 你感恩的思想是什么? 你又从什么地方 你学到感恩的功课? 你感恩的思想是什么? 可能你今天的旷野 是我不能够了解的 可能你的旷野 是我不能够了解的 我还没有经历过的 我可能没经历过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在这个图表里面 下面几点 把你感恩的缘由填上去 但是我知道你可以将你感恩的缘由列出来 无时无地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数算祂的恩典 我们无时无地 无时无刻要感恩 要数算主恩 我们要与众分享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与众分享 要告诉别人上帝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为我们行了什么起始 我们要将神在这个世界上 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何与我们同行 来见证分享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我们会发出再美的声音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我们会发出这个欢呼赞美的声音 有些时候我在教会里面 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 我有发觉 有些弟兄姐妹是不唱诗 不赞美的 他就站在这边 那个口就关起来 不出声 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 是没有一起唱的 这个不单止在我们教会发生过 但是我有时候到别的教会 我也看到这个了 有些人就站在那边 不唱诗的 我觉得我们在赞美当中 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口张开 把颂赞透过诗歌 作为一个祭 这个不单是我们教会所看到的现象 其他的教会 我有时都看到 但是我们要 将我们的赞美的声音 发出 众赞我们的神 我们真的 要是我们不赞美主 不说祂的恩典的时候 连石头都会发生赞美主 因为圣经说 如果我们不开声赞美我们主 而石连石头都会开声赞美主 我们要公开的宣告赞美上帝 我们要公开的宣告赞美主 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保护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一切刚才 我们赞美的缘由 我们要公开告诉别人 将神的请教 带领 供应 保护 一切都要 公开的宣告 这个就是传福音 这个就是传福音 昨天晚上在我们小组里面 我们有一个讨论 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怕跟别人传福音 我们昨晚在一个小组分享的时候 有人问 我们为什么这么怕 去跟别人传福音呢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他就讲到实力 他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此 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就讲到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这个福音原是上帝的大能 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 我们不能不数算他 不能不告诉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 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大能 我们不能够不将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 摩西怎么样把耶和华在以色列民里面 到法老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情 告诉他的岳父 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将一切神的奇妙作为的 将他们带出以色列 如何经过来到抗野这个地方 告诉他的岳父 叶哲罗兹 他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怎么打救他们 一五一十都输出给耶特罗兹 他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和神怎样去拯救他们 一一都输出 但愿我们今天能够输出这恩典 告诉别人 我信的主 是没有一个神能够相比的 我也请你来 与我一同相信这位神 所以我们要向我们周围的人 输出神的奇妙作为 也将他们带来这里听神的话语 最美丽的赞美感恩的一个结局 就是把我们最好的神的主 所以我们最好的感恩 就是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主 感恩的终极 the terminal of thanksgiving is offering 而感恩的终极 而感恩的终极就是献祭 你看到这个经文来讲 带十二节摩西的岳父 耶特罗就把凡祭和平安祭 献给神 我们看到十二节就讲到 耶特罗将这个凡祭和平安祭 献祭是代表什么 献祭代表什么 当一个人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带到神的面前献给他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最好最宝贵的东西 献给神 要是有一个人对我 善事 对我做了一些 很感动我的事 如果一个人对我 做了一些很感动的事 我到了圣诞节 话许什么时分 我会送一个大礼给他 对不对 我会在这个圣诞节 或者某一个大节日 送一个大礼给他 话许说 某某帮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请他去喝茶 可能有些人 帮我做了一些事 我会请他去喝茶 我现在请你吃饭 或者请他去吃饭 这个是一个 感恩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我所爱的 或许我与他分享 就是在神面前一个献祭 这个就是将我们的感恩 就是将我们所爱的事 来跟他分享 是一个行动 不是说我们口讲 上帝我感恩你 而没有行动 不是只是一个口广 而没有行动 一个爱神 有感恩性的人 一定在神面前有行动 一个爱神 有感恩心的人 一定会在神面前 做出一个感恩的行动 我们会看看 很快的看看献祭 有四种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因素 我们看一下这个献祭 有四样不可以缺少的因素 第一 有献祭的人在这里 第一 要有献祭的人在这里 我们献祭 我们在那里 不是别人带我们 是我们去做 如果我们感恩的是 我们去献祭 我们要有祭物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有祭物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这个礼戒 怎么去把我们的最好的献给上帝 亦需要按照这个礼节 礼仪 怎样去将这个奉献 更加的 应该有一个献祭的对象是谁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献祭的对象 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 看到我们献祭的对象 是来为 无人能够比较的上帝 无人能够比较的上帝 而这个我们的献祭的对象 就是一个无可相比的神 这里 耶铁罗献了两个祭 在这里 耶铁罗献了两个祭 因为在旧约 这一个 这一个 Lithophagus那边 Lithophagus那边 他有讲到五个不同的祭 他就献了两个祭 在这个 旧约 Lithophagus那边 记作有五个不同的祭 而耶铁罗就做了两个祭 他献了一个叫凡祭 第一是凡祭 英文是burn offering 英文是burn offering 这个凡祭是代表什么 是完全的奉献 凡祭是代表完全的奉献 他把这个生出 或许是公牛 或许是公羊 或许是价值 斑锹 随便他们 带到圣子那边 还要是无暇吃的 他们将这些无瑕疵的祭物 无论是公牛 公羊 甲子 或者斑锹 带到神面前来 烧 他们有一定的方法 去把这个祭物弄好 能够烧 完全地烧 他们是要根据这个礼仪 来将这些祭物 完全地烧去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样事情 我们很感恩的 就是 今天我们不用再做 献这个烦祭 但有一样我们很感恩的 就是我们今天 不需要再做这些烦祭 我们感恩因为这个烦祭 已经为我们预备 已经为我们献上了 因为这个烦祭 已经为我们 预先预备献上 这个就是基督耶稣本身 他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你跟我赎罪的一个祭品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为你和我成为一个祭品 这个是我感恩最大的原因 这个是我感恩最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耶稣来到成肉身 因为耶稣来到成肉身 完成这个完全的牺牲 完全的牺牲 他流出宝血 在这个十架上流出宝血 完成救赎 完成救赎 所以今天 我不再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的罪 我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义人 所以我不再是一个 因罪而死的人 而是因为神的补血 我成为一个身造的人 我不知道在网上面 或许听到我声音的距离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朋友 你们信了耶稣没有 我不知道在线上 跟我们听到的朋友 弟兄姐妹当中 你信了主没有呢 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竟然把这个最大的礼物 给了我们 就是祂的独生爱子 成为我们救赎的祭品 我们的神就将祂的独一的儿子 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的繁制 今天你只需要说上帝 我需要这个 求祢进入我的心里面 你可以等会散会之后 你可以联系我们 联系我 我会跟你跟你跟进 真告诉你更多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 希望散会之后可以与我联络 今天也很奇妙 今天是来临街的开始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主日是圣灵来临节的第一个主日 不是 等会不是圣灵 耶稣来临 耶稣来临 所以今天也是很特别的时间 不单是我们感恩 神也把这个安排的时间 就是今天我们开始思想 为什么耶稣来这个世界 成为我们的一个牺牲品 所以我们要思想 为什么神要猜派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来做一个祭品 我们知道我们要感恩 第二个祭 他信上是平安祭 第二个祭 叶子罗显上的是平安祭 有人说这个是加大欢喜的一个祭 有人说这个是皆大欢喜的一个祭 为什么他把他们所有的东西 拿到上帝面前 献一个平安的祭 这个换句话是说 今天我们的感恩特别的奉献 这个就是将我们所得到的大道神面前 也是我们感恩的奉献 我们教会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推行了一个 在假期在感恩祭到圣诞节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感恩的奉献 可以你们在我们教会网络上面 你会看到感恩特别奉献 我们教会有做出这个特别的感恩奉献 我们教会是神的家 很多需要 我们需要我们摆上 传染的奉献在神的面前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要一切的摆上 我们看到神得到喜悦 我们看到神得到喜悦 祭司有份 祭司是有份的 而这个祭完了之后 亚伦跟以色列民的众长老都来了 与摩西跟他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我们看到摩西、阿伦和众祭司 都来到与叶皮罗一起吃饭 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 带到神的面前 攻击神的教会 神的加油粮 叫弟兄姐妹 一切的教会里面的同工们 都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到的 能够将教会有粮 也让弟兄姐妹 侍奉上一切的感恩 在结束的时候 诗篇116篇 诗人这样讲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趁养耶和华的命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清阳耶和华的命 我要在他忠明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我要在他忠明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我要以感恩为祭献给你 我要以感恩为祭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命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命 这段也是我的心声 这个就是我的心声 在1980年的时候 在1980年的时候 在我结婚之后的大四年 在我结婚之后大概四年 我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我第一个儿子已经出生了 当时其实我身体很不好 当时我身体不是很好 我常常有肠胃疼痛的一个毛病 我有肠胃痛的毛病 看到很多医生都不知道什么事 看到很多医生都不知道什么事 最后感谢主 有一个外科的手术医生 他拿了我的case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什么事情 但是我愿意跟你做一个手术 他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愿意跟你做一个手术 把你这边你的赌幅打开来 看看里面什么事情吧 就是打开你看到里面有什么事 因为查不出什么事 照了X光照了MR 什么那个CT scan 看不到 因为做了很多的测试 都是找不出原因 所以完了之后 我就预约了时间 就去医院安排手术 所以我就安排去入医院做手术 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做手术 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做手术 可能很多人我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事 很多人我都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大家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有一点焦急 因为我心里面当时就有点焦急 医生不知道你什么事情 拿去做手术是很特殊的一个事 所以我心里就静静我跟上帝讲 所以我心里面就跟上帝说 我说上帝啊 要是你不取我的命 我说上帝啊 如果你不要我的命 我的命就是你的了 我的命就是你的了 我要服侍你 我要服侍你 其实我16岁以来 我已经奉献给上帝 因为我16岁 我从16岁的时候 已经是将我生命献给上帝 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许愿 我当时就跟上帝许愿 完了手术之后 那医生告诉我 做完手术之后 医生告诉我 他说我把你里面的东西都翻转出来 放在那个台上面就看了 我将你里面的肝脏腸都拿了出来 放在台上看 当然这有夸张一点 他说你现在没有事了 我把你的胆囊割出 他说我将你的胆囊割出 感谢主 感谢主 从那天开始 从那天开始 我经历过上帝很多的恩典 我经历过很多上帝的恩典 我得到医治 我得到医治 但是最要紧不是那个医治的问题 但是最要紧不是医治的问题 是我能够过出一个感恩的 我在上帝面前我还愿 我是在上帝 重要的是我要向上帝感恩 我不能够许愿不还愿 所以我今天站在里面 跟你们服侍你们 虽然我不是一个传字的时间的牧师传导 但是我的生命就是为上帝摆上 要还这个愿 我不可以许愿而不还愿 所以我将我的一生 献给上帝 要侍奉他 所以今天我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向大家 弟兄姐妹 他做一个挑战 所以我在今天结束的时候 向大家做出一个挑战 你们在旷野 人生的旷野当中学习的功课 你们在旷野当中 学习到什么功课 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功课 是正面的功课 还是反面的功课 第二 第二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 称为一个活祭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活祭 回应上帝的爱 回应我们上帝的大爱 为上帝而活传染的摆上 为主而活传染的摆上 让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 让今天的信息 打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传染 能够摆上在祭坛上面 能够为祢而活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祢的旨意 谢谢祢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